- 滚滚长江,东是谁,浪花淘尽英雄 大家好,我是彩虹,欢迎收看彩虹解说桑莎的新一期视频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的话,彩虹还是给大家带来日常的更新 那么我们闲话不多说,直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一把录像 好的,第一把的话,我们是四号位的大反贼 主攻选择的是我们的主流主攻曹丕 那么这边的话,主是叫玩家的选将,其实还是可以的 如果没有武将的疲劳感的话,你直接就可以选张秀 毕竟张秀作为天生能当反贼的人,绝对是不弱的 像对付曹丕这种,血比较薄的这种主攻,张秀绝对是薄人选 也就是说,反正你对张秀这个武将玩的没有疲劳感的话,可以选 好,那么曹丕这边的话,其实手去顺了一下 八号位的黄忠啊,其实这边的话 要顺的话,其实怎么说啊 你可以去防一下这个二号位的关锁 因为毕竟,关锁他的这个,曹谱还是比较高的 无论是作为忠诚内奸,或者说是反贼 你应该关锁应该都是比较头疼的 那这边的话,曹丕也是起手一个南蛮入群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主是叫玩家 不卖白不卖是不是,卖了还想卖啊 你有本事曹丕再来一张A,我算你本身大是不是 好,那么这边的话,我们是卖了 神关羽的话,跟着我们的步伐也是卖了啊 那当然,神关羽在这个曹丕的主攻局的话啊 或者说他在任何主攻局的话 他的忠诚属性都是比较低的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神关羽跳的是一个反贼的身份 再说,他这个势力啊,也表明了他是反贼嘛 好,那么这边的话啊,李如是直接把他的大招开了出来啊 他这个举动还是比较偏忠诚的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李如是比较偏忠诚的 我们看一下关锁这边的话是没有行动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神关羽直接一个九暴局 我们的话是直接是被连起来了 那么因为我们神操在曹丕的主攻局的话 中层属性啊,中内属性也是比较高的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关羽啊,这个菊花刀啊 肯定也是没什么问题 来选择打一个比较偏中内类型的神操啊 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那么这边的话关羽还是选择把五定刀拿了过来 依旧是什么都没动啊 一无所有,那就拿命来填啊 好,这边的话马一路是个反贼啊 这边的话有点出乎意料啊 那么我们要来动一下了啊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归星两次了 我们是什么都没动啊 这边的话我们依旧选择来一次大归星 然后的话啊 嗯,几次归星下来的话啊 哪排是拿的都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有连奴 又有很多沙啊 所以说这一波啊,我们不出意外的话 人头应该是能妥妥的拿了啊 好,那么但是要注意一下啊 我们这边和曹丕都是拥有一个梦魇标记啊 李如这边的话是有两个啊 李如这边是要有两个 那么我们看看想想办法 能不能把这个关羽啊 这个做掉 或者说让其他的这个反贼队友来把关羽做掉 因为我们这边和曹丕都是一个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关羽是有选择性的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如果董白是反贼的话 直接是非常明了啊 直接一刀去砍神官就行了啊 那当然如果神官的运气比较差啊 如果真的是叛逃或者说叛陶宴结义的话 那我们无话可说了吧啊 好,那这边的话 黄中拿开五谷风灯 那肯定是拿杀 那么直接一杀 直接杀向关羽啊 谁来与我同去啊 直接把曹丕带走啊 你曹丕十二张牌 哪怕十二张牌都是桃子啊 你也捞不回来啊 好,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小小小的技巧啊 来获得胜利啊 所以说这把的话 我们赢的还是 这个相对说是比较靠运气一点的啊 当然啊 在三国杀的游戏中啊 你不能否认的是啊 其实有时候运气还真的是非常重要啊 你哪怕是个土豪武将啊 你的排名不好啊 那你打出来的局面有可能就是垃圾啊 或者说你肯可能就要被一个一般的武将虐啊 好,那么我们第一把获胜啊 我要后面的几句啊 博弈好彩头 那么我们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二把录像 好的,第二把的话 我们是二号位的大忠诚主公选择的是 啊,我们的常规主公啊 刘老板啊 借刘老板啊 这边的话啊 主持角玩家选择的是二次元 圆坛圆上 其实他这边的选将框还是比较丰富的啊 除了二次元以外 他的其他忠诚这个选将框都是可以选的啊 你可以看一下啊 当然主持角玩家选的是二次元啊 好,这边的话 他如果不考虑选择幻将的话啊 像许优啊啊 嗯,诸葛瞻啊 许优和诸葛瞻都可以 包括这个佳许啊都可以 如果你不考虑幻将的话都可以啊 这三个包括王萍啊也可以选啊 好,那么这边的话 视角玩家选择的是圆坛圆上二次元啊 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怎么说呢啊 嗯 不怎么好说啊 因为圆坛圆上这个忠诚 反贼内奸他都能当啊 所以说 主要是起手看主公刘老板怎么相信我们了啊 那么刘老板这边的话去选择打了是灵桶啊 因为毕竟灵桶在这个刘老板局的话 忠诚属性不是特别的高啊 所以说他去忙了一下啊 好,那么我们这边的话是选择气质的是 呃 不是 这个基本牌啊 所以说我们 这个通过使用装备来 这个过牌啊 通过使用装备来过牌啊 那么 过着一大堆杀啊 那么也是没有特别多的锦囊啊 这边的话就起手就直接过了啊 那么这边的话周房倒是来弄我们一下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 呃 我们是个忠诚啊 虽然说我们只有一大堆杀 但是我们的这个身份起手跳的还是比较模糊的啊 比如说不一定啊 他就是反贼啊 不一定就是反贼啊 也不一定是忠诚啊 那这边的话 呃 这些家伙好像有点仇这个欺负将啊 呃 都选择来打我们啊 这边的话无限跳的是一个反贼的身份啊 好 好 那么神操这边的话啊 嗯 选择开南蛮入侵 曹老板是呃 刘老板是直接卖 那么我们也跟着卖啊 嗯 把西之财的仙服给打了出来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 刘老板的仙服啊 目啊 西之财的仙服目标是刘老板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 忠诚西之财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啊 啊 那么这边的话啊 神操连开两个A 一男一万啊 他这个举动其实也是比较像中内的这个身份 那当然我们是忠诚西之财他肯定是忠诚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呃 呃 神操这边应该是一个内奸 那这样子的话 呃 周防啊 灵桶啊 呃 这个无限流血啊 都是反贼了啊 这边的话 呃 刘老板借助我们这边的天手连环打了一波就 呃 这个 主因 强 属性伤害啊 好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手里的杀是比较多啊 那么我们通过这次的内阀 来 不一定需要弃制这个基本牌啊 像我们如果弃闪的话 我们就额外多使用杀 类似于太日词的这个 嗯 咆哮加天翼的这个属性啊 因为多刀的一刹二啊 这个火力输出啊 也是非常的强的啊 那么这样子的话啊 周防和无限啊 两个人里面肯定是要被我们收掉一个 那这样子的话成功的把周防给收了啊 那这样子的话 嗯 防止周防的诱敌来破坏我方的这个手牌结构 或者说一个装备的这个结构啊 那当然嗯 敌方有灵桶啊 也不用特别着急 因为相对来说周防的这个 又敌的威慑力要比灵桶要大一点 因为灵桶只要去妥妥的控制住他的手牌上限啊 他的旋风啊 是威慑不到我们主中方的啊 好那么这边的话 西字才直接一个难蛮入侵啊 那神操这边肯定是要选择卖的啊 好那么这个上滴于千里之外 所命于虚余之间啊 嗯 这个灵桶旋风直接把刘老板拔光 但是西字才这边一个这个筹策啊 刘老板瞬间回到这个两手牌啊 那这边的话啊 我们的神操内奸的身份也已经跳了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 神操就不要再啊 不要暂时先去打他了啊 目标先把灵桶收掉啊 那么这边的话我们再次选择发动内法 也没有必要去控神操的白衣狮子啊 直接一个酒杀 如果能够成功把这个灵桶带走的话啊 我们是可以的 那这边的话 其实由于我们是杀不到神操啊 因为我们这个内阀要记住啊 我们的这个目标加一啊 和额外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啊 目标加一是这两个目标都是 必须都是合法化的目标啊 那我们刚刚打灵桶是吧 灵桶在我们正常的攻击和距离范围之内 那神操这边有非影啊 我们有减一码也是打不到他的啊 所以说 这个内阀 加一啊 我们肯定是不能对神操加一 那当然现在我们有减一码 有观世福 那么肯定是把这个加一能够算上神操的 那当然 敌人只剩下神操了 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特别浪啊 说一定要去把戏制裁带上啊 不要这么浪啊 如果刘备和戏制裁的状态 或者说他们两个手牌都可以的话 倒是可以浪一下 但是尽量还是不要让不要浪啊 因为有时候浪啊是要浪过头啊 你一旦浪过头那就容易翻船 甚至翻车啊 好那么我们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三把路线啊 嗯第二把的话我们的这个二次元也是瞬间的是把这个神操给打蒙掉了 因为神操在排甚至说在人越少的情况下他的收益就会越低啊 而且嗯三公刀里面出神操啊 是我个人认为我以前还是比较喜欢啊 因为现在我是不怎么喜欢 因为哪怕神操作为我的队友 我是我也不怎么喜欢啊 因为他这次归星啊 他是会非常虽然说一抢棋 但是我是感觉啊 他有时候会破坏队友手牌结构啊 好那么这边的话我们这把的最后一把啊 我们11号位的大主公主主角玩家选择的是神路逊啊 那这边的话主主角玩家选择起手去这个催客连神操啊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可以先弃一张闪吧 因为火攻的价值也是比较大啊 那当然主主角玩家弃都弃了也没有特别关系啊 毕竟作为主公的话啊 手里留闪也是可以的啊 再加上场上除了这个 黄盖能够强命中你啊 试一下的话 呃 要不就是刘邦云能抢你牌啊 场上能够让你强制命中的武将也不是特别多啊 所以说闪也没有必要留 那么多啊 那么这边的话 袁绍的话 直接持手两发剑 第一发 嗯 取消袁绍 第二发取消我们啊 那么神操这边的话 由于 这个第二下 袁绍没有给他取消啊 所以说 停会慢啊 那么这边的话 神操的手也是比较骚啊 把我们的这个 唯一的一张闪闪入境给顺了 那么袁绍这边的话 其实手跳的是一个比较偏中内的身份 而且啊 如果袁绍是内奸的话 他这么打 感觉有一点点 这个奔放吧 啊 棘手把自己的 手牌全部打空啊 让这个 反贼方啊 来 成功的去打他 我感觉这边的话 袁绍应该是一个 比较偏忠诚的这个身份啊 那么细子才这边的话 是选择先赴我们的啊 就是说细子才这边是一个忠诚的身份 左辞的话去打袁绍啊 你这样的话是反贼 包括孙修 对我们燕珠八排也是反贼啊 那么 孙修这边的话啊 这个你不要得意的太少啊 我们这个八卦阵 如果装上的话啊 你如果来燕珠我们 我们就敢给你啊 因为你别看孙修这个燕珠啊 你不要瞧不起他这个燕珠啊 你 把不把装备给他啊 他每回合来把你排啊 你是特别恶心的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 这个感觉啊 也就是说 呃你在三五沙里面啊 你遇到像孙修啊 或者说 呃 那偷你盘的 或者说像孙修和这个刘奇啊 你给人家盘 你就会觉得特别纠结 我到底是要给他什么啊 那如果像张辽啊 你偷就偷啊 我无所谓 你该偷人就偷什么了 是不是 但是像孙修这种啊 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三张啊 两张闪一张闪 我一张都不想给他 是不是 因为你给哪张你都会觉得特别别扭 但是换做是如果像张辽来偷你的话 无所谓你该偷就偷是不是 你该偷闪就偷闪 该偷杀就偷杀啊 反正我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我给别人排啊 我会特别别扭 但是别人偷我排我倒是无所谓啊 那么这边的话孙修依旧是来扒我们啊 呃 我们主持角玩家是没有把这个八卦将给他来 其实给他也没什么啊 最多就是孙修 这个星学目标多一点嘛 那么这边的话啊 黄盖是盯着西智才去打啊 这边的话黄盖跳的是一个反贼的身份啊 嗯 左次这边也是反贼啊 呃呃元少阵亡了啊 他是一个忠诚啊 那么这个神操的话是盯着西智才去打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神操的话啊 一个铁锁连环啊 乐不四处乐我们啊 这边的话神操应该是一个反贼的身份啊 因为他如果是内奸的话 没有必要这样子的 而且啊 这个九杀的话有一点点疼了啊 他如果是内奸的话就没有必要九杀啊 该苦杀就苦杀啊 好 那么这边的话 呃 西智 这个我们这边闪电没有添过啊 闪电添过 乐不四处添过啊 这个先把黄盖的手牌扒了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看看能不能烧一下了啊 因为再不烧的话应该是这个没有机会了 因为胜败再次一搏啊 这边你别看西智才在这个这个 铁锁上啊 但是这个我们的目标其实是让西智才死于先服就够了 我们这样子的话就不用去手牌了啊 所以说这个西智才有一点点这个稍微有一点点贪啊 那么可能啊 西智才这位玩家他不知道他先服的这个这个属性啊 如果啊 嗯 西智才是处于这个先服传导的伤害过来啊 我们是不用弃制所有的牌的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 西智才稍微有一点点贪这个仇测啊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啊 黄盖 嗯 开五谷封登 凤凰的找杀啊 那么我们这边也是处于一血状态啊 赵云这边又挂出固定刀啊 那么他这边顺 如果开五谷封登他选择拿杀或者说 拿顺手枪枪的话 他如果拿顺手枪 那么主持人玩家肯定不会去拿杀啊 不会拿着杀乖乖的让你赵云来顺我 让你来砍我啊 那么这边的话 赵云他拿过叉而不拿杀的话啊 我感觉赵云这边的身份有点点偏内奸了 因为他如果是内奸的话啊 他啊 或者或者说他如果是反贼的话 他一来没有必要去开五谷封登是不是啊 他直接一刀杀 而且是古灵刀啊 绝对是能让神鹿死得透透的啊 那么赵云这边的话有 呃 不能肯定说不能是 不能说他心慈手软啊 他肯定是个合格的内奸 但是他这个作为合格的内奸的话 那他这把就肯定就要输了啊 这个肯定是命中注定了 因为你内奸肯定是不可能去撕票的啊 好 那么克险吹烂啊 我们直接先把这个赵云的藤甲一拔啊 然后一个铁锁连环 如果能够把赵云带走 顺带把神操带走 我们可以的啊 但是这边的话被没有把神操带走啊 但是啊 我们默默的这个军略标志能够起来 而且如果能够稳定的锁定在这个 呃 无论是在基数还是偶数啊 如果能稳定的巴你神操一排啊 哪怕是巴 或者说能够 基数的军略强大你一点伤害 我们都是不亏的啊 所以说神操在单挑的这种情况下 肯定是弱于国家 甚至是司马仪的啊 那么所以说这边的话我们也是 呃不能算是以绝对的压倒性啊 但是绝对是以这个这个 胜利者啊 来这个统治局面了啊 好那么我们本期视频的话 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啊 我们结束之前也说一下啊 视频后方啊 视频的结束后方的流动字幕上 有产文的投稿邮箱啊 大家想要投稿的话 那就看到最后啊 把这个有投稿邮箱给记一下啊 打个暂停记一下啊 不要一直来私信问我 因为我也有很多事情要做啊 嗯 那么这个 记一下啊 你实在记不住的话 哪怕这个手机电脑上截个屏嘛 是不是啊 都可以啊 实在不行的话 哪只笔哪张纸啊 记下也可以嘛 啊 那么我们青山不干 欲水长流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